关心流经高雄台南的二人锡被环保署公告为 可能含有毒物质禁止锤钓与养殖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有钓客将鱼货卖到了附近的鱼市场 让民众吃下被污染的鱼 保育团体抨击二人锡受重金属污染由来已久了 政府改善速度是缓慢的 钓客锤钓也没人管 今天下午高雄市消保官紧急会同卫生局人员 前往新达港观光市场查验鱼饭的鱼货来源 这种 这边还是这边 这个呢 鱼摊上摆着一维尾鲜美硕大的鱼 其中三角鱼和白口 这两种比较有可能在出海口捕到的鱼类 被稽查人员带回去检验 看是否有含铜拱生等重新署 高雄市政府消保官及卫生局人员 二十六号下午 来到二人锡附近的新达港观光鱼市场进行鱼货抽验 卫生局的部分我们会当场作为一个有关鱼类的污染 这方面是不是有受到污染的做一个抽样的检验 那海洋局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它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 对附近的这些移民能够做一些辅导 现场鱼饭表示他们贩卖的鱼是来自新达港且有证明文件 但的确会有钓客载着在附近二人锡钓到的鱼在市场上贩售 来到二人锡桥和南定桥上只见整排的钓杆排排站 一边12只还有等着收鱼的大网子和冰箱等设备非常的专业 但这一带根本就禁止钓鱼 保育团体崩击二人锡河川污染由来已久 政府单位处理进度缓慢 而钓客在污染水域钓鱼也不见相关单位管理 在二人锡桥下的河床现在还堆放着污染物 连袋锡中的鱼类都被污染 这个就是过去非法业者处理的汇气物 那线路板或者一些电子零件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已经我们举花大概三年了 那虽然台湾市环保局是说已经有编列预算 不过到目前为止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开始会去清理这一些汇气物 卫生局则表示含有铜 拱 生等毒素的鱼 人体一旦长期使用可能会致癌 民众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鱼货 记者杨琼入陈显坤南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